福岛事件的争论变成了内部大棒满天飞 什么样的言论才是服务日本的言论 从8月24日日本福岛核电站开始排放核污水 到现在已经一周多了 国内互联网上有愤慨有争论 还有不少蹭热点编故事正流量银子的 我前几天节目里说过 国际舆论斗争方面 日本是经验非常丰富的敌人 他们不缺乏谋略和技巧 善于收集信息 善于钻空子 并且一直很擅长引导和利用国际舆论 他们现在一直在宣扬 中国制造了不实言论 想对其他国家表示 中国在把科学问题政治化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必须反击的 有战略有组织有方法有技巧 是不是我们进攻的手段 更要注意每一招都打在实处 要用有力的证据证明 日本会给世界造成严重的危害 所以我提醒过 如果我们各个媒体的舆论 出现了自相矛盾 或者我们的说法中 还有大量的常识性错误 那岂不是更相当于 帮日本实现他们的战略目的 举个例子 中国政府过去一直要求 日本政府用蒸发法处理污水 但是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过一些媒体说 污水蒸发后污染会进入雨水 然后污染全世界 这种说法是不是就在对抗中国政府的观点 还有些媒体 放着污水里边可能存在的古六石 色137 这些放射性元素不谈 非要盯着碳14 而日本之所以承认污水中有碳14 就是因为碳14在自然界中根本不稀罕 香蕉里都有 他们早就规划好了如何应对 这就说明我们很多媒体发起攻击时 还根本找不到攻击的重点 很容易被对方打回来 那么我们又如何说服其他国家站在我们中国一边呢 其实不妨回忆一下 台湾的于北辰说三发导弹射击命中率210%的时候 他能说服谁丢了谁的脸面 我们自己媒体里边有没有一大堆这样的于北辰 还有不少媒体不懂污染物的浓度活度 剂量这些有说服力的概念 而是在脱离这些概念的情况下玩弄名词术语 还有人一方面宣称日本用管子把污水拉到北回归线排放 一方面宣称即使极低剂量的辐射也会致命 这些说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直接冲突 那么中国核安全局公布的监测报告就没人看没人信了 这些言论组合在一起 中国政府即使再怎么说明 又如何说服中国消费者相信我们自己的海洋渔业产品 当民众开始不相信任何国产渔业产品之后 又是谁在指责这些民众不敢消费 指责凡是不敢消费的人都是拿了日本的钱来捣乱呢 制造国内恐慌情绪的和指责民众恐慌的 是不是同一批所谓的爱国大V 这些爱国大V的言论是能在舆论战中打疼日本 还是打击中国自己 我上次在节目里说 我们要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这事就不能由着各路媒体瞎写 否则一定会摧毁我们自己的公信力 不管说什么 各种应对都应该由中国的国家原子能机构 核安全局 环保局等相关的专业机构牵头 提供权威的有说服力的观点数据和证据 我们各个宣传部门还有媒体 都要统一服从国家权威科研机构的指挥 保持与中国国家原子能等机构的绝对一致的口径 才不会被敌人利用 而现在只要媒体敢自由发挥 基本就能创造一大堆让日本唾手可得的材料 大家有没有印象 前几天网上还盛传 俄罗斯要用核武器对付日本的排放 引起大家喝彩 可惜俄罗斯官方正式立场 一直是保持关注 不反对排放 何来使用核武器 另外被媒体说死在2020年的原田康宏 9月2号还出来接受采访 这都能被日本做成核丁本 打击中国的声誉 而我们很多媒体对此乐此不疲 编这种谣言的人到底是爱国 还是酷爱收割流量银子 同时给日本提供各种把柄 无偿的服务日本 这两天我还看到某些所谓的爱国大V 指责中国的核安全专家不肯参加电视节目 是因为自私 其实中国真正的核安全专家 是代表中国在这个领域形象的 他们不是自媒体 他们的每句话都不能出任何问题 不能被对方抓把柄 但是真正的科学家如果哪句话不合某些大V的心意 他们马上会引导网民攻击专业人员 指责我们的科学家都是拿了日本的700亿 这种有组织的网络暴力是在打击谁 到底有利于谁 所以专业的人员谨言慎行被攻击毫无专业素养的言论满天飞 舆论斗争中损害的是中国对外声音的公信力 某些大V制国家利益于不顾只是每天用各种简单的 容易被对手反驳和利用的假动作表演爱国 这是不是名粉尸黑 这种风气是不是对中华民族的破坏 顺便再提一句 广东省的卫生部门5月份曾经表示 广东靠海仍属普遍缺点地区 广东人仍需补严 同时珠江三角洲地区多是冲击平原水网地带 泥土中缺点在这种土地上生长的粮食 蔬菜等作物也是缺点的 而就在广东的某位女大V 在全国出现非理性抢颜的现象的时候 还鼓动她的粉丝赶紧囤积不加点的眼 这是爱国还是在网上制造了另一种棉北